热点资讯时事点评,大家好,我是小爱 国务院前总理李克强因突发心脏病,经全力抢救无效 本周五凌晨在上海离世,享年68岁 官方在李克强逝世八个小时后对外发布上述消息 大批网友也留言表示不舍,纷纷直呼太突然了,不敢相信这项消息 据上海一位不愿居民的医疗界人士披露 李克强前一天刚到上海,入驻上海东郊宾馆 游泳时突发心脏病,就近送往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抢救,但为时已晚 李克强是26日早上大概11点钟游泳时突发心梗 根据东郊宾馆体育馆的微信群表示,26日7点至13点闭馆 此外,27日表示发生突发情况,宾馆关门到7号 这说明李总理在11点这个时间段游泳并出事是确实可能的 事发后,先是警卫进行抢救,给他上了ECMO呼吸机,后送到临近的曙光医院 同时报告北京,北京指示必须全力救治,一直到27日零点回天无数 但这则消息有个很明显的问题,叶克膜不但昂贵,开机几十万起步,且少人会 上叶克膜需要切开气管,要使用复杂机器 这些设备只有重症监护室才能提供,中国至今只有几百台 一个警卫是不可能完成这些操作的 所以更可能的情况是,警卫进行了简单的心肺复苏 在送到医院后抢救时,使用了叶克膜 李克强于今年3月两会后退休 此后,公开露面消息就相当罕见 最近一次公开露面是于8月30日约下午3点 在敦煌研究院党委书记赵生良陪同下,参观甘肃墨高窟 游客高喊总理好,当时他的气色还不错 有外媒开始胡乱揣测,表示 那么好的医疗条件,68岁正国级干部 每年健康检查,能突然死于心脏病 但这些外媒造谣也太没水平了 我们看看,李总理在任时 这些外媒是怎么造谣他的健康状况的 曾有知情人士向香港传媒爆料 在北大期间因过于用功 李克强患上严重的心肌炎 只要稍微从事耗力的工作,就会喘个不停 虽然后来治愈,但从李克强非常明显的黑眼圈来看 他的身体并不健康,经常需要服药才能出席公开活动 此外,还有外媒根据李克强脸上的雀斑判断 他有肝脏问题以及糖尿病 现在官方报道是出现心脏问题,又改口说 李总理是健康的,这完全是自己打自己脸 那么,我们按照外媒的逻辑 假设李总理真的之前得过心肌炎 能不能解释得通呢? 爆发性心肌炎在发病期间 会出现弥漫的心肌炎症性损害和心肌水肿 使心肌收缩力严重降低 并常伴有恶性心律失常或严重的缓慢性心律失常 导致循环衰竭 在爆发之前,很难与一般性心肌炎 甚至一般的流感、肠炎等病毒感染区分开来 据悉,爆发性心肌炎发病以春冬季为主 各年龄段均可发病 以平时身体健康、无基础气质性疾病的轻壮年多见 长期疲劳后更易发作 此外,也有少数病人发病初期 并没有典型胸闷、胸痛等症状 极易被忽视 而这个时候游泳特别的危险 游泳运动量大 心脏病患者在运动状态下 可能会出现血液供应不上 出现冠状动脉缺血、血管静卵等现象 进而可能引发心肌梗死、猝死 此外,虽然室内泳池的水是恒温的 但这个季节下水 入水头五分钟 人体还是会受到强烈冷刺激的 要活动一会儿才适应 上海昨日白天气温27度 虽泳池是恒温 人下去还是有点冷 心脏会受刺激 水温过凉会造成皮肤血管收缩 会造成回心血量的剧烈变化 这种刺激有可能是致命的 游泳这种运动很有可能病发了 但是工作人员注意不到 异常状况在水中太容易被忽视了 如果是其他运动突然倒地了 还比较容易发现 一旦发作 由于是在水中 如果是非洋泳的泳姿 比如自游泳或者挖泳 水直接进入到气管 这就已经很危险了 而工作人员可能只会把这一幕看作是在潜水 而溺水距离死亡只有几分钟时间 溺水后停止呼吸30秒 瞳孔就会放大 停止呼吸一分钟之内 如果通过正确的方式施救 救活的几率高达90% 但是超过五分钟就会非常困难 上海曙光医院距离东郊宾馆开车仅需13分钟 但也已经超过了五分钟的黄金抢救时间 网上搜索游泳时突发心梗 会找到很多相关新闻 比如这一条 联发科王姓工程师2020年 到台北市韩社爱美酒店泳池游泳 突然觉得喘不过气来 后因心肌梗塞倒地 经送医急救仍不治 家属怒控 菜性负责人等酒人延误就医 主张酒店没有设置医护室 无障碍设施 高脚救生仪等 也没有对员工施以适当的教育训练 以致不能及早发现王楠的异状 法官认为 酒店员工的处置 符合韩社爱美酒店的安全相关准则 此外 心肌梗塞等心脏疾病 乃需专科医师进行精确诊查 方能判断的疾病 非稍加留意即可发现的外伤内疾 更非一般未曾接受医疗训练的酒店从业人员 救生员所能判断 且心肌梗塞与韩社爱美酒店有无设置高脚救生仪 医护士无障碍空间没有直接关系 法官认为 酒店没有过失 驳回家属生情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 分东西两院 东院位于上海市浦东新区张恒路 西院位于上海市黄浦区浦安路 始建于1906年 特色诊疗科目是预防保健科呼吸内科专业 有人称 曙光医院是上海中医药大学的附属医院 显然不适合新梗抢救 无论在浦西或浦东 附近都能找到中山 华山 瑞金等一流的医院 直升机更是可以去任何地方 很多人纠结 上海曙光医院是个中医院 却忽视了这里有专业的胸痛中心 曾抢救过很多新梗的患者 如果不送曙光 最近的人际冬院要10公里 金桥的华山冬院 开车到东郊宾馆1.8公里 虽然进 但只有皮肤科和国际门诊 没有急诊 没有抢救设备 那么 李总理为什么前往上海呢 退休的领导人在外地休养是常态 有消息称 他是来参加进博会开幕式的 这确实有可能 因为11月5日进博会开幕 有人造谣新京报提前预告李克强死亡 拿截图质疑 表示一些新闻平台26号的5点就预告27号0点死亡 其实截图者在美国 美东落后大陆12个小时时差天天如此 现在找到了新京报微博原文是12小时前发的微博 也就是大约凌晨3点钟 李克强已经确认死亡 官方认为可以公布了 之所以前所未有的先发丧讯 大概由于因复告措辞艰难 而发丧又不能拖延太久 否则 每拖延一秒 阴谋论必定成倍增长 复告是官方的盖棺定论 程序上 需经政治局讨论审定 李尚为年轻且突发疾病去世 应该不像那些年事已高 卧病在床的领导人 提前引有复告预草稿和治丧预案 李的突然去世 一定让有关方面措手不及 临时措辞颇费惆怵 尺度难以把握 李克强任总理10年 满敬业零贪腐 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 勉励禁职勤政为民 他的突然离去 让国人悲伤 深深久久怀念 造谣本来就可恶 还要对一位刚刚去世的人 造谣污名化 你是怎么吓得去口的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您有一些独到的见解 欢迎在下方给我们留言 祝大家工作生活愉快 我们下次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